在今年 幾年後 剩菜的價值 剛才對這個菜金變成菜頭 這個價值有很多 不過在這時候 彭先生說這個菜精 說起雞 起賣一聲 甚至又有缺貨的情形 特別是這個硬材的經濟 缺什麼 過年後 菜雞因為到費量 這個價值都來下價 不過現在看傳出 菜市平均要起雞一聲 其中還有印材經濟最缺貨 平均價值每七十公斤 六千五百塊 起到七千塊 沒有拿早叫貨 根本拿不到菜籍以來在情 農民表示 半年的菜籍 素量還會減少 價值空間還會來起雞 以後 今年對印材經濟平均價值 可能會破萬塊 另外這區的農民進一個是小白菜 五年前賺一個新聞 每公斤只要六七塊 現在已經要十二塊 菜籍行的老闆說 像這樣菜籍欺貨的情形 這幾年以來十分看 除了和天氣有光 也有可能和今年實施土地外發進市有光 不過最近菜籍真假 農民已經九個連天 現在連菜籍也要來起雞 甚至有錢買不到 因此有希望農政黨委 會我們趕緊解決上關問題 本集中的評論 李宗雅 文革波特 本集團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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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